排骨现在都有假的了 来 这个视频给朋友们看看 够不够狠 萤幕前有些大陆网友总是操心台湾的事 比如说这次台湾大选结束了 包括中国的社群平台上 很多的大陆网友对这次台湾的大选结果感到不满意 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品头论足 横扎指责 遗止气势 呼来后去 指指点点 唧唧歪歪 请问这些事情是你能积歪的吗 对吧 你们自己的事都不能积歪 你还去积歪台湾的一些事情 是不是操心的有点过了 最近新年也快要到了 中国的一些社群平台流露出 中国的一些卖猪肉的商贩 在这些小粉红这个餐桌上 会吃到的这些肉类的产品里面 添加了各种奇怪的化学添加剂 之前在中国的社群上已经曝光了 像是中国的一些饮料 中国的一些很多的食品里面都有 但这一次春节之前 大家都会去买肉 很多家会囤很多的肉 到时候有很多的客人 亲戚都要来家里面拜年 所以肉现在是一个热销的产品 与其操心台湾的是 你不如在网上多多关心 自己中国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事 最近就有一位中国的一个女士 买了一个肉之后 就发现他们家的肉里面 全部是真孔 于是他把这个经历 分享到中国的社群平台 包括像是微博 抖音 后来在很多的社群平台 他的这些贴文都被删除了 我们也看到他影片里面 透露出他家的肉里面 真孔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大家买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看现在肉都能做假 你看这个正眼 看 用手一刮 你看这个肉 都是粉末 这谁敢吃 太假了 你眼就看出来这是假的 影片发出之后 也不是他一个人遭遇到这种状况 在全中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其中有网友留言说 最近快过年了 家里也买了很多肉 买回家才发现一些端腻 表面的肉的确是新鲜 品质很不错的 但是拿掉表面的肉之后 下面的肉感觉完全不一样 也出现了很多针孔 太恶心了 我让我妈扔了 我妈舍不得 她觉得最坏的想法可能是 被扎孔注入了大量的水分 以此来提高肉的重量 但我觉得更为可能的是 注入了化学产品 使出肉不仅增加重量 还可以增加饱满度 以及保鲜 因为这种事以前就有发生 但我妈觉得反正吃不死人 扔了怪可惜的 大家觉得我该不该吃 我觉得你该吃 这个增加国内的经济的内循环 增加国内的这个民生指数啊 增加国内的这个GDP啊 对吧 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你能买了然后就扔了吗 这不是浪费吗 那对了 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我们这个业配啊 这个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后面的节目 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 这些暖心的小粉红的案例 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次业配 当然不用介绍 大家都知道 老朋友Surfshark VPN 那很多网友说 我又用不到VPN 比如说陈老师 我看很多的韩剧 我像是在美区 因为我住在美国 美国看到的Netflix上面 很多的韩剧 只有那么多 在台湾也是 版权方买了你才能看的 比如说我最近看的一部 非常好看的一个死骑将至 在美国没有办法观看 但是我把IP切换到韩国啊 然后啊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说如果有VPN的话 这是其中一个好处 那另外 现在的这个社会 你的很多的资讯 在网络上都不安全 只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发生 未来你的IG啊 Facebook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被窃取 所以目前一些 还没有使用VPN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试着去来了解一下 30天免费的退款计划 只要你觉得不好用 那你直接退款 一分钱都不要 所以你考虑要购买的时候 你只要回到这支影片的说明栏下方 点击链接 那里就是最优惠的地方 输入最新优惠吗 Gene Reanker 就可以获得独家新年优惠 合额外5个月免费 去试试看吧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中国网友更奇葩了 他买了排骨 结果那个排骨是用鸡肉来冒充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鸡肉是最廉价的 但是排骨啊 牛肉啊 这些都是最贵的 这位中国网友买的排骨呢 他发现这个味道不对劲 翻过来一看 排骨上面居然有鸡的皮 是什么排骨 什么牛 什么牛的身上会长的鸡皮 这也只有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的这个牛是用 那个牛身上长的是鸡皮吧 我相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 牛身上居然会有鸡皮 这也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影片画面 上海一位女士表示 自己的外卖明明叫了牛肉排骨 可吃起来却有鸡的味道 而且价格不便宜 直到看见排骨上出现了鸡皮 才惊觉发现被骗了 10月11号 山东肥城一个小伙团购了五斤排骨 煮熟之后他不敢吃了 因为这个排骨啊 表面居然呈现了鸡皮状 而下面呢 确实排骨的样子 这小伙当然不敢吃了 到底是鸡肉还是排骨啊 我黑鸡味 都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排骨上卖的 我熟了菜看 它的排骨很棒 吃的是有点心味 就没敢再吃 这网友的评论是让我笑出了声 说这猪被杀的时候 被惊吓到了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到底是鸡的问题 还是猪的问题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那另外 还有一位中国网友 使用了这个肉之后 发现了头晕 呕吐 就医的状况 于是啊 这位不幸中毒的中国小峰 将他的这个悲惨的遭遇 分享了给了中国的一个博主 这位博主啊 帮他发出来之后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评测 中国买的这些猪肉 牛排 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 中国博主的测评 来了解一下 现在连猪肉都能造假了 你敢信吗 来 先看视频 中排就是通常说的 肋排整个排骨中间的部分 这部分的排骨肉很厚 而且肉比较瘦 也比较嫩 口感很好 卖相很好 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排骨 都很喜欢 粉丝说 在他们家买的猪肉 颜色不但不对 味道闻起来 也是怪怪的 而且吃过以后 居然出现了头晕 恶心的症状 所以他怀疑 这个猪肉 很可能被药水浸泡过 土毒排骨 买回来了 咱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居然有根头发 看到了吗 它这个猪肉 摸起来特别的光滑 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最主要它就是 闻起来也不臭 也不腥 但就是没有肉的味道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猪肉 去煮一下 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排骨已经炖好了 看一下 这个颜色 而且它这个闻起来 没有那种排骨的香味 咱们尝一口 它这个味道就是很难形容 有一种苦苦的感觉 而且它吃到嘴里很色 而且我还发现 就是它这个主厨以后 越靠近骨头的位置 就越发白 看到了吗 有没有懂的 而且生肉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外边跟里面 是两种颜色 看到了吗 包括这里 这个网上买的排骨 咱们就体验完了 我个人认为它是肉 但是是一种什么肉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它的口感 以及颜色上来说 它确实跟平常买的 那种排骨不一样 还有事情 可能令台湾的人 会觉得肥琐斯 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见过的 但其实老实说 接下来这些画面 其实在中国 不是第一次见 真的只是说 最近曝光出来 老早就有了 排骨都是造假的 排骨是用那种 人工合成的肉 有面粉的 有鸡肉 牛肉也有 当然这个是 占比是非常少的 然后这些人工的 合成的牛肉 排骨等等的 把那些外面 收回来的一些排骨 把它串回去 甚至有些排骨 是自己制作成的 然后插回去 造成的那种假象 认为是 那个牛身上长出来的 其实都是人工造假的 看这个视频 喊不喊 我就纳闷了 排骨都能造假了 真是太过分了 花了几十块钱 买的排骨 结果呢 只有骨头是真的 看了这个视频呢 我真是火冒三丈 甚至都有点恐惧 连骨头都可以造假 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就想问问啊 就这个社会 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什么都可以造假呢 还有什么是 可以安心入口的呢 太恐怖了 完全都不敢相信 全部都是科技与狠活呀 我想自己 可能吃过这些食物 头皮都发麻 这可真是 坏到骨头里去了 以上造假食品 还是极少数的 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 那对于一些相关的事件呢 中国的网路上 有很多网友 都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有网友留言就说 以前以为全世界的猪肉 牛肉都是这样的 直到前几年 去了台湾省和日本 他们的肉 普遍没有大陆这么鲜艳 台湾的肉 应该没有像中国这么鲜艳 这么漂亮 这么红 对不对 去了台湾和日本之后 发现肉 没有大陆这么鲜艳 没有那么红 当时我还笑话 还是中国的肉比较好 但当时没有想到一个矛盾 既然中国肉这么好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 抢日本的和牛 后来回国后 在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的叔叔 告诉我们 国内80%以上的 肉类消费品 多多少少都添加了 一些化学产品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 化学防腐剂 保鲜剂 发色剂等等 后来我们家逢年过节 都是去乡下买土猪肉 也就是乡下人家刚宰杀的那种 那这个状况我是能比较理解的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 所以就没有遇到像他说的那些状况 因为也没有菜市场 也没有超市 所以说我们老家 每年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 都是自己家里面养的家猪 被宰杀之后的 提前一两个月过年之前 所以说这些肉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纯天然的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吃嘛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食安的这个问题 看看那几堆哈 能找家找到杀朗底部啊 我叫大家看看哈 看到没有哈 这是良心商家啊 看一下不 吃这个菜我看看 看到没有 坏良心 这可不能给小孩买到吃来的 嗯 看看那里面玩的是个小棍的 我们老家那边以前就已经听说过 收骨头 没错就是收购骨头 春节后常常有这种商贩 这些骨头如果不是用来加工成其他动物食物的话 只有可能是用来造假人吃的新鲜肉 比如现在很多排骨都是造假的 肉也不是百分百真实的 排骨是一根一根插上去的 我是没有遇到过了 但是我小时候家里面逢年过节确实有些人会去家里面收购头发 人的头发 那个是比较非常常见的 因为逢年过节嘛 家家户户都从外地打工回到老家过年 人就多了嘛 人就多了话 有些人他头发可能就有卖掉的那个可能性 比如说拿去加工成那个娃娃娃 那些人偶啊 或者是街发 所以说头发都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 然后收购骨头的话 我们那边是没有听说过 我猜这个收购骨头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这些新闻资讯呢 我可能会怀疑没有这么坏吧 他们可能收购骨头拿去做些装饰品 对吧 像一些可爱的像狗狗喜欢的那种玩具啊 或者是什么 或者甚至是说加工成一些饲料啊 给狗狗吃的饲料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 但是他说的这种可能性是逢年过节 一些商贩去收购那些骨头 就像收购头发 你要挑漂亮的长一点的头发 卖的好了一点的价格 他这个收购骨头呢 肯定也是有这个对比的 就是坏的那个 就是那种长得不好看的骨头 卖不了好价钱 甚至不要 要那种长长一根一根的比较完整的 因为这样的话 到时候再插回那一个肉上面去 就显得比较好看 所以可以卖出个好的价钱 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还有网友留言说 国内癌症率为什么全世界第一 其实就是吃出来的 所以跟我说肉造假 或者添加各种化学添加剂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同学家以前卖肉 现在搞冷冻批发 同学跟我说不要去菜市场买菜 很多年后我因为身体健康有问题 才听懂这句劝 现在我宁可吃沙拉 也不会吃鸡鸭鱼肉 毕竟科技鱼很活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鸡鸭鱼肉都不能吃 你想想你还操心了台湾的大学 你得操心一下自己碗中的事 是不是 还有网友留言说 我虽然不是什么科学家 但我知道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肉里都有 哇那中国人这个吃的还挺多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体验过 这个人生真的是来一场值得了 对吧 此生不悔入华下 来世还做中国人 来世啊 我们还要尝试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神龙藏百草 我们现在的小粉红啊 也是藏百化学 什么化学添加剂里面的周期表 化学那个元素周期表 我们中国人呢 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尝过一遍了 没事对吧 多吃多吃 反正就像有一个那个 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小粉红的妈妈一样 对吧 他妈妈使不得扔那个肉 觉得啊 这个反正也吃不死人 对吧 扔了也怪可惜了 所以这些东西啊 其实老实说可能 从这个短短期的那个目光去看 确实对生命安全不会造成问题 但是对身体健康绝对会造成一些问题 长远了来说你身体健康坏了 那不也就等同于间接的一个杀手 间接的等同于造成了生命安全的威胁吧 所以有些中国人他就会看目前的很短的一个例 不会看到长远的一个绩效 长远的一个例 所以说综合长远的例来看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吃的 对吧 你现在没有造成癌症 但是时间你天天吃 经常吃 那不就有这个可能了吗 对吧 所以短暂的你吃的确吃不死人 但是这个东西在其他国家 我相信如果是在台湾 这老百姓早就上街抗议了 凯道都占满了 对吧 总统府都被占领了 你说这些小粉 你天天关心台湾什么时候统一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政府去打台湾 你关心这些有啥事 对吧 你自己吃的是个啥 老实说你还不如吃的 不如那些美国啊 台湾啊 日本啊 那些国家的宠物吃的东西 他们宠物吃的 都有个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一切都是利益 只要增加国家的GDP 只要能够带动GDP 只要能够赚钱 都是生意 之前抖音上不是有很多测评 和打假的博主吗 结果现在很多人都被禁言和封号了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些类似的网红 可能以前也有很多人发 但是为什么没有引起广大 这个小粉 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呢 很多民众为什么都没有去注意这个事件 而是确实有些人发出来了 啊 勇敢的把它发出来了 结果就他的账号禁言了 隔了一年不能发言任何的 不能发表任何的视频 结果这个有些人更更恐怖的 就是账号整个没了 甚至如果说你讲话 当时那个话言辞没有注意的话 就构成了不当言论了 警察就上门敲门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在中国的这种事情 不能引起一个广泛的效应 就是这种事情 就是中国的政府很聪明 对吧 你说出来嘴巴风上禁言 严重的封号 就像这个网友说的 之前有很多抖音上的一些测评跟打假的 现在都被禁言跟封号了 他接着说啊 你就知道背后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动资本家的蛋糕 资本家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很多中国网友就不敢说政府 一说到这种东西啊 他就是资本家 中国一有什么社会不公的东西 他就是资本家在背后操控 其实你如果说这个资本家是共产党 那也就合理的 但很多中国网友他不这么认为 因为被洗脑了 他认为共产党是那个好的 但是我们就是被这些资本家给控制了 比如说马云啊 马化腾啊 中国的这些有钱的大老板呢 他们才是祸害我们的罪魁祸首 因为他们是有钱人 所以来控制的我们这些没钱的人 就增加这种仇恨 就是共产党特意这么搞的 所以中国人呢 一定要学会反思 为什么台湾人要选举呢 对吧 如果不选举 某一个党的话 比如说民进党 他就可以胡作非为啊 给你们吃一些猪刺料 你们也没办法反抗啊 但是如果今天台湾有选票 他就可以把民进党选下来 他可以把民众党 国民党都给选下来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啊 谁做的不好 谁就会被选下来 更不可能出现这些胡作非为的 你们这个时候没有选票 还在一边吃的那个地沟油 一边吃的人造肉 然后在说 这个台湾还不同意 还选赖金德 你们是不是 那个不孝子孙呢 怎么回事 到底谁出了事 就是你们这些帮人啊 这个荧幕前的一些大陆网友 脑袋出了问题啊 哎 简直是坏透了 你知道吗 你花了几十块钱买的排骨 结果呢 只有骨头是真的 看了这个视频 我真的是火冒三丈 甚至还有些恐惧 先给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怎么样 是不是很震惊 连猪排骨都可以作假 你敢想吗 你能想到吗 我想问一下 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怎么什么都可以作假 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安全入口的呢 真的是太恐怖了 完全不敢相信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我觉得我不敢再出去到餐厅里面用餐了 还有呢 你在餐厅里面吃到嘴里面香喷喷的那个牛骨髓啊 它也是完全可以造假的 这个真的是科技与狠活 无处不在 像这样的骨头 被多少人啃过多少次 它还安全吗 它经过高温消毒了没有 想想自己可能会吃到这些食物 头皮都在发麻 这些不良商家为了赚钱 脸都不要了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